弟兄姐妹们 主内平安 今天的圣言 选至圣马豆福音 二十章 二十至二十八节 那时 在波德儿子的母亲 同自己的儿子前来 叩拜耶稣 请求他一件事 耶稣对他说 你要什么 他回答说 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 在你王国内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你们能赢我将要赢的决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对他们说 我的决 你们固然要赢 但坐在右边或左边 不是我可以给的 而是我付给谁 预备了 就给谁 那十个门徒 那十个门徒听了 就恼怒 他们两兄弟 耶稣叫过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 有手掌 主宰他们 有大臣 管辖他们 在你们中 却不可这样 谁若愿意 在你们中 成为大的 就当作 你们的仆役 谁若愿意 在你们中 为首 就当作 你们的奴仆 就如人子来 不是受服侍 而是服侍人 并交出自己的生命 为大众 做赎家 弟兄姐妹们 母亲 爱孩子 希望孩子 成龙 成凤 无论是儿时 还是长大成人 在母亲的心中 孩子 永远是孩子 只希望孩子 一切如意 更好是飞黄唐达 光宗 要主 我想 这是每个母亲的心愿 母亲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决定着孩子 一生的关键者 如果母亲 有伟大的思想 那么 孩子 可能将成为 伟大的人 相反 如果母亲的愿望 只是功名利路 那么 孩子的心 必会受影响 今天的福音中 亚哥 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反思的是 现在的父母 一定会尽全力 为孩子 找到最好的幼儿园 最好的小学 从小学的假期开始 就为孩子找补习班 希望可以考上最好的初中 有很多父母 或爷爷奶奶 为了让孩子 考上最好的高中 从初中 就开始陪读 一切 都为孩子 准备好了 不惜花费 大量积蓄 在学校附近 买房子 只要孩子 好好学习 其他的一切 生活所需 都由父母包办 经过三年的努力 孩子开始了 高中生活 这时家长 更是小心翼翼地 呵护着 因为要向好的大学 冲刺 绝不能有半点懈怠 等孩子考上大学了 家长认为 终于达成了心愿 孩子一定会像以前一样 在大学里认真学习 等毕业后 就不愁 找到一份优越的工作了 找到好的工作 成家立业 就是顺水推舟的事 孩子越优秀 家庭越幸福 做父母的 也就不用担心 养老的事了 这样的成长历程 我们发现 父母注重的是孩子的成绩 和将来优越的工作 以及分担家庭的经济能力 可能很容易忽视了道德上的培养 比如 孝敬 尊重 感恩 信任 包容 忍耐 勇敢 诚实 等等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一个成年人 如果一个成年人 缺失了孝敬 尊重 感恩 父母 能幸福吗 如果缺失了诚实和信任 能在社会中立足 能在社会中立足吗 养育一个人容易 培养一个懂得孝敬 尊重 感恩 信任的人 却不容易 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智慧 现今有多少人 已经深陷在家庭不合的困扰中了 父母与儿女无法沟通 再多的劳道教育 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耶稣教导的门徒 必须是谦卑的 愿意为他人付出的人 这就是伟大的思想 当一个人真正的谦卑自己时 他能够更相信天主 也会真正的爱自己 以及与他人和睦共处 耶稣这样做了 耶稣的母亲也这样做了 耶稣的养父 更这样做了 无论您在教会中 担任何种职务 如若失去了谦卑 和为他人付出的意愿 可能将无法光荣天主 或有助于教会的发展 主耶稣 求你圣化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追求 永远复合你的教导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